请开始 平时信愿很足 念佛功夫不错 但临终时 念藏现前没念佛号 但还是有信愿的 能往生吗 判断这个 我们绝对不能站在 凡夫的立场去看 能不能往生 你一定要看阿弥陀佛 是怎么发愿的 阿弥陀佛就像我们 庄重的承诺 你只要自信信药 预生我国乃至实念 你曾经住过一昼夜念 念佛的功夫 那么阿弥陀佛灵命中士 一定会来接应 不管你念头 是不是在阿弥陀佛上 阿弥陀佛并没有说 你念头在阿弥陀佛 在我的名号上 我来接应 他没有提这个要求 他只是说 你平时居住信愿之明 灵命中士 你还保持着信愿 那阿弥陀佛肯定会来接应 如果在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还不能把你接应过去 那阿弥陀佛的大运 就是有缺陷的 他是威神力量是不够的 会有这个事情吗 所以你就放心好了 你只要平时信愿 具足 灵命中士 阿弥陀佛决定兑现他的十九月 灵中前来接应 万修万人去 就怕你没有信愿就不能保险了 你只要平时具足信愿 灵中的时候 愿往生心还存在 百分之百往生 你如果对这个阿弥陀佛 这一点都没有信心的话 那你就误父爱哉了